好的 陳希依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知道青鳥運動現在還在持續遍地開花 所以三立的民主肥皂箱 持續在第一線帶您傾聽民主的聲音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在立法院的外圍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目前在夏季講堂的舞台上 有實習律師已經在進行宣講 那現在目前的現場就我們自己的觀察 跟稍早十點比起來 其實人數是已經越來越多 當然你現在還是看到很多的空位 但是因為這個活動從十二點過後開始 也會持續不斷地有宣講的行動 這也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這邊的人數是越來越多 就是希望能夠來持續跟立法院裡頭的立委們 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當然今天我們在現場也同時找到了這一位民眾 他其實是大老遠從台中上來 要來支持這一次的青鳥行動 姐姐能不能幫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大概什麼時候上來的所謂何事 我今天七點就出門了 然後就是為了要捍衛民主 那可不可以跟我介紹一下 就是你手上的這兩張牌子上面分別寫的是什麼 一個是No Discussion No Democratic 沒有討論就沒有民主 一個是愛台灣我們不是區外人 每個人都要參與 這是我最重要的標誌 我要訴求 這兩個都是你自己做的嗎 對 不過我是從網路截錄下來的圖片 那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這個是網路有的現有圖片 是是 那這個背面可以借我們也看一下嗎 好 那這個上面的這個牌子上面 你可以看到上面寫說 親愛的朋友請常念 罷免傅坤奇罷免徐曉星 另外這張牌子呢上面則是寫說 罷免羅廷偉罷免羅之強 解體科北幫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想要表達罷免這樣子的訴求呢 因為本來就不適當就是要罷免啊 就像川普也是美國很多 美國的以前總統也是很多人 都要叫他下台一樣的道理啊 還有美國以前那個 那個共和黨的那個主席 最近也是後來被被叫下台 民主國家就是要這樣子啊 不適任就是要下台啊 人民是主人OK 你們既然要出來選舉 就是要做人民的公僕 自己國家要自己救 我們不要做第二個香港 OK 一邊一國 真的 姐姐剛剛有聊到說就是 您好像是從美國回來 在台灣也做了一段時間 什麼樣的契機之下 想讓你走出街頭 來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以前是這麼好的一個國家 而且台灣有今天也是很多先人的 就像當初從清朝變成民國 也是經過先人的努力 然後台灣以前是集權國家 後來變成民主國家 也是那些民主人士 用鮮血用監獄 來這樣子換取我們有這樣民主 難道我們要倒回去 集權國家嗎 真的自己國家自己救 我們要覺醒 我知道說年輕人 我們也非常非常不希望 年輕人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們已經老了 我已經70歲了 可是我覺得國家是自己的 沒有國哪來的家 OK 好 謝謝姐姐 今天天氣其實相當相當的炎熱 請您一定要注意身體 好 今天的三立民主肥皂箱 將會在立法院外頭 持續帶大家請聽人民的聲音 時間 先換一個晨曦